目睹无人 老百姓就在外面 工人不让进来的 远近人明 就是在我们当地有点尽力 成群结队 你说你有来干啥的 接掌点 奥虎莫及 我现在自己有点厚苦 要回来之内 高山流水蜜枝印 高山茶田 运行的不一样 我们这茶的历史有两三百年 我就是这个称的人 我们称的话有八百七十五户 主要是都全部是有茶叶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做这个茶厂 2009年 以前我是开货车的 怎么突然想说回家整个茶厂 这里以前不是有个云雾茶厂 他就是每年在这里 试作一下就不做了 说别了 他都是挂我们这牌子 在外面去进茶卖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在文律 做支部书记 老百姓不是很多茶也都卖不出去 最后我们就说自己来借一个茶厂 双红老百姓是你自愿的吗 还是你父亲的吗 自愿的这个还是自愿的 我们逐步逐步把老百姓带动 规模越做越大 以前那个时候才以前的 我现在做到几千本 总共双红秤有三千二百多毫 三千二百多毫 三千二百多毫 自由基地的话可能有六百多毫 而他把规模做大只为了 假如说我还是以前那种小作坊做的话 不带动老百姓 像老百姓带就是我们教他技术 提供种苗给他们种 种好之后我们负责回收 提供种苗收费吗 不收费啊 这一片和那一片 再上面还有两三片 都是我们租的老百姓带 流转老百姓带的土地 老板租人能递多少钱一年 七百一毛一千块钱一年 让他给他打工 这是双倍钱 比他给你多少钱 十块钱一个小沙 那也不错的 现在就说这一季下来之后 不管我外面能不能消出去 但是老百姓的茶里 负责回收回来 现在我们就做了明天茶 做了一万多斤 每年的话挤压的话 可能就是一千多斤 接近一斤 第二年就想办法降价 你出啥呢 做茶业生不就为了生气 挣钱是挣的 但是利润很低 不是说不挣钱 也挣钱 着重还是把老百姓带动 老百姓也做也有劲 他们是干嘛的 就结账的吧 后期间能给多少茶 今天呢 今天就一万一千斤 你就不怕它暴露 那不会暴露 你来合作多长时间呢 合作啊 哎呀 擦成开始 擦擦一键去 我们就买了点干嘛 之前都没有种嘛 后来老百回来的话 带里面给你们看来说 对嘛 你今天拿一万多 这钱干嘛用啊 哎呀 要几个用啊 买你吃 买你吃的呀 买你呀买你买 买你买你买你买肉吃 买肉吃 你能吃了一万块钱的肉 吃米呀 吃果冲呀 擦衣服呀 我这个应该说老实话 他也是进去老百里的力量 他要赚多钱那里才有花 他没开这个茶团之前 这个茶叶好买吗 没开茶团 没开茶团 那我的买吗 没有 就是好的老百 他们在那些开茶茶 我们才有进去收入 就是说他们划着起来的 在这里又茶货又有钱赚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我们的茶园的基地 几百毛主要是于农户的 农户就是把春茶菜了之后 就外出打工去了 在家可能挣个两三万块 到了下半年 做春节回来 明年又把春茶做了之后 又出去了 后出来了 除了种茶增收 他还准备 我们的老云茶跟那个葱茶集团 合作的和那个西南大学的 在浙江做了一个老云茶的茶含片 还是可以正常平均走 有盈利 只是压力大 从去年开始做农礼融合 烘捷屋山 云阳 这几个周边区限的 到我们这里采茶的时候来体炼 去年的话接待了有一两千人 拓宽业务的下一步是 你肯定就不管什么都要数字化 浮能 这样它才成功 以前就是文传统的手工作 现在都是用那个半字化基建 这样流产的量也大 这个区域就是二号区域 大体这个地位就在这边 这个就是浮游六号的品种 这边都有气象坚持的树气 阳光照射气压 土壤都可以 就是手镜就可以炒 可以实施监测 咱们这个水的来源在哪 这边有个取水池 从这个山下这个半泉水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你像这个杀虫边都是监控 可以看到见了 晚上都是杀虫和虫的 我们这个包装可以数元 一款茶叶是什么品种 怎么制作基地 是怎么管或者怎么生产起来的 在家制作的过程 他跟之前想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肯定有啊 至少对我的田间的管理 就要成功成本 有口气 有口气 倒几杯茶就做这个茶茶 为了老卑星的茶也能卖出大山 我会有到无三旅餐来住大山 后悔吗 可以可以 我受悔